歡迎各位收看《王冠一分鐘》的延續片 我是黃宇榮 我是屈永賢 我們看了很多集《王冠一分鐘》 都是你自己一個人介紹的法律 這次無緣無故有屈永賢 為甚麼呢 其實我想告訴大家 因為《國安法》的出現 令到很多我們這些普通市民 就像我這類的法律盲 就出現了很多問號 於是想問道於盲 就問王冠你 很簡單 最近剛剛我們看到新聞 鄭若驊思想 之前的美國能大法官都提過 就說 其實《國安法》不應該有追溯期 其實法律有沒有追溯期 我們很多市民都想追溯到六月 可以嗎 其實情況是這樣的 我們說《港區國安法》 這是一個新的法例 我們沒有人知道具體的條文是甚麼 但是我們有一些可以肯定的 就是其實我個人自己都覺得很奇怪 不知為甚麼 逢是國家出一些建議 一些很有建設性的建議 立一些有建設性 對國家有利 對香港有利的法例 不知為何有很多法律的僑楚 就會突然之間跳出來提出很多的問題 但是我自己個人深入一點看一看 譬如我們就說追溯力這一點 現在有很多法律的僑楚 認為這條《港區國安法》不應該有追溯力 他說這樣才符合一國兩制 其實我們深入一點了解一下 我們在回歸之前 香港就已經是一個國際公約的一個成員 那條國際公約就叫做 國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接近97年回歸那個時間 香港政府就將這條公約的內容 就搬自個子 這樣就變為香港的一條新的條例 就叫做《香港人權法》 《香港人權法》裡面 就第十二條的第二節就是這樣說的 基本上它就是說 如果國家或者任何一個地方 涉及到處理一些涉及到國家安全的案件的時間 是可以有追溯力的 再詳細一點和深入一點說 在我剛才提及的第十二條的第二節就是這樣說的 但是第一節它就定了一個大方向 它說一般情況之下 民事和刑事的案件就不應有追溯力 但是似乎那些喬楚 那些法律的有地位的人 似乎只是說了 人權法裡面第十二條的第一節 就沒有說到第二節 沒錯 所以我也覺得很奇怪 究竟是不是 就是 逢是涉及到中國的法律的時間 似乎香港法律界的人士 包括很多法官 就似乎很有抗拒感 對中國的法律 或者法律的建議 他們全有很大的戒心 但是我自己個人看 究竟是不是香港法律界的人自視過高 其實有一些新的法例出來 也不是我們去立 也不是那幫僑楚去立 另外一批人去立 其實是否應該不要那麼早去出聲 給那麼多框框框著這條新法例 沒錯 其實說法例就一定要全面一點 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如果說人權法裡面某一章節 你只是提到某一章的大方向 但是就不說它那個章節裡面的例外情況 就是好像現在說國安法這樣才算 逢是說到涉及到國家安全的法例 是真的有例外的 人權法 香港的人權法是寫到明 說如果涉及國家安全的確是可以有追溯力的 黃官 剛才我們說了追溯力 另一件事是香港人很關心 因為國安法這三個字 香港人很害怕的 因為對於國安法、國家安全局、國安局等 總之覺得是好像秘密警察之類的 是很害怕的 然後很多事情都要它公開 讓我們知道、讓我們看到 也有很多人說 所以逢親所有港區國安法案件的審訊 一定要公開審訊 你知道剛才提到 有人權法 我們要有知情權 其實是否需要公開審訊 其實我們香港的法例裡面 有沒有一些案件是不需要 或者是不給公開審訊 有 其實我們又看回香港人權法 因為我們首先要了解香港人權法的法律地位 這條法例其實僅次於基本法 可以說香港人權法是凌駕於很多香港的法例之上 同一條人權法例裡面的第十條 他就這樣說 他說法院因應國家的安全 就可以禁止新聞及公眾旁聽審判 意思簡單來說 就是說可以進行一些非公開的審訊 其實不只涉及到國家安全的法例 才可以進行不公開的審訊 例如其他的案件 例如… 性進行 沒錯 性進行 有些極之令人 特別令那個受害人難堪那些案件 完全是不公開的 既然香港的人權法都已經寫到明 可以不公開的話 為何我們需要憂慮呢 因為這些是回歸之前已經引入香港的法例 而回歸之後到現在都仍然是有效的 為何突然之間 法律的人士及部分市民會擔心呢 我或者再詳細講一講 香港人權法裏面 我剛才提及的第十條 他繼續還這樣講 他說只要達到一個目的就可以了 就是如果你不公開審訊的都沒有問題的 只要你政府或者法庭 將個審判的結果 就必須要公開了 即是換句話 我們不會說無端端 將一個被定罪的犯人 違反港區國安法的犯人 我們不會說無端端將他定罪之後 就令到他人間消失 因為是不可能的 因為我絕對信任我們國家中央 訂立一些法例 他會在香港現有法例的框架之內 而訂出一些新的法例 所以我不相信新的港區國安法 會令到市民製造任何不便 例如可能性罪行 你就說可能令到一些人尷尬 國安法這件事 為何要收起來呢 為何要不公開呢 牽涉到些甚麼呢 牽涉的東西當然是一些敏感的資料 一些機密的資料 我們不要說到這麼高層次 為甚麼呢 我們始終都要記住一件事 就是到目前為止 港區國安法裏面的條例 我們暫時不知道 但是我們可以將現有其他的法例 作出一個比較 譬如現在在香港有些毒品條例 舉個例 它裏面寫到明 若果在一件毒品的審訊案件裏面 通常特別是大型的販毒案件 裏面的資料 法庭所獲得的資料 總之傳了黨之後 是沒有人能夠可以拿到這些資料 不可以透露的 同一條條例 又保障一些人的身份 特別是那些舉報人士 善人 善人 這些其實是保障某一些人 保障某一些人的目的 就是讓那個法例 能夠有效地執行 那同一個道理 港區國安法日後 無論引入些甚麼的條文 是一定 我是絕對有信心 合情 合理 合法 和絕對不會擾民 需要擔心 港區國安法條文的人 我相信只有 乾淨了 國安法 裡面條例的人 才需要驚恐 普通市民 包括你和我 我們只有歡迎國安法 是 盡快 在香港實施 我們 不但沒有恐懼 還是在期望著 大家都很期待 新的港區國安法 黃冠一分鐘延續篇 今天講到這裡 我衷心感謝屈姐能夠抽空 來和我們一起見面 謝謝黃冠 謝謝你給我們機會 問這麼多法律問題 我們還有很多疑惑 希望大家繼續關注我們